OK 在我们调整好我们的下笔手势与力道 并且做出了练习之后呢 相信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画出一些不错的线条了 对吧 但是画出线条还不够啊 你还是要运用线条来画出一些好看的线稿 但是要画出好看的线稿 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知识跟技巧的 当然我们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全部说完的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三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小技巧 让你将这些小技巧呢 运用在你描绘一些线稿的时候 去使用它 你就会发现你的线稿会大大的跟过去完全不同 在我们了解怎么样去画出好看的线稿技巧之前呢 我想要让你来看一下左右这两张图做一个对比哦 你会发现左边的线稿呢 明显比右边的这个线稿还来得好看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三个小技巧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哦 首先呢 在这张图当中呢 你会发现哦 我有些线呢 诶 画的比较细 有些线呢 这边可能就画的比较粗 有的时候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啊 有粗有细 你反而会觉得说 诶 这个线条感觉非常的随机 非常的有机性 而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线条感觉死死的 好像都是一样的一个粗细 感觉就没有什么活力 没有什么生命力哦 那第二个技巧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哦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它会呈现一种怎么样 比较虚 像是这个线断掉的感觉 哦 这个线它的断也不是很突兀的断 是慢慢的一笔下来 诶 它就刚好在这边的时候没有接上 这条线跟这条线看起来 它就是很顺畅的没有接上 这样子的一个线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属于比较虚的 那这样子的线呢 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把它画出来 这个线就是比较实 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人的脑袋呢 其实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之下 人脑会自动把它补上的 所以说像你看到我这个肩膀的部分 像这里的这两条线也并没有真的接起来 或者是像这里的这两条线呢 也并没有真的很实在的把它接起来 但是看起来也不会有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很实际的把它画下来 然后整体的心都知道 它是在呈现出一个女孩子坐姿的感觉 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线条 没有办法那么顺畅的一笔画到位 或者是一笔画完 试着让中间的这一个虚呢 呈现出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虚实之间的交错 反而会让你的线稿呢 呈现出一种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粗细 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种生命力 有一种有机感的感觉哦 那第三个技巧呢 跟前面两个技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前面两个技巧你要怎么样去画出来呢 其实你也不是故意把它画出来的 有的时候是根据你下笔的方向 或者是力道去决定你的线条 要怎么样去呈现一种虚实的感觉 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呈现一种粗细的感觉 那那个部分就是透过你的下笔力道 跟下笔知识去决定的 但是在这一个技巧当中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选择 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呢 主要是因为那边呈现的是一种肉的感觉 因为肉可能比较软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表现方式 所以线条的方圆呢 其实通常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呈现 你想要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 来决定你在这个地方想要把线条画的 比较僵硬比较方 还是你要让这里看起来比较圆润 比较圆的状态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三个技巧 试着让自己的线稿 可以画出比较好看 比较有层次 有生命力的一个样貌 赶紧领取你的免费电子书去提升画剂 学习画出你的风格吧